让身边的人看见你对爱人的关心 让爱成为一种氧气 有一回我搭公车回家 听到隔座的朋友对话 好久不见 你老婆最近好吧 应该不错吧 我记得她以前在学校最宝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成笑话 那位男士回答 原来她以前就这样了 我还以为是被我逼疯的 看他们两人说得多开心 我忽然很想看看那个宝太太 一个令人这么开心的女人 另一次我听见朋友们 在聊另一位不在场的朋友 她最烦了 每一次说什么 都会说我老公怎么样 我老公又那样了 又不是什么总经理董事长 讲得像个什么大人物一样 后来我终于看见这个大人物 一个蛮平凡的人 但是我看到一些不平凡的事 他蛮注意小细节 车多时 他会把老婆拉进人心道 风大时他挡风 就连喝个饮料 他都提醒老婆 这饮料含有酒精 别喝多了 我们常常都会听见 别人在背后 说自己亲人的一些闲话 大多数是坏话 即使是自己最亲爱的人 我们也是会不经意地 说出一些对他形象不利的话 在一家公司 就要说一家公司的好话 这可以帮助公司进步 以前一位工作上的前辈 在退休前送给后生满辈的话 我们可以转而易用在爱情之上 人心里想的 不用负责任 但是说出来的话 就必须负责任 西话如今 慷慨赠好话 与自己所爱的人 有一回 我到一个朋友家玩 看见他三岁的儿子 在那玩得很开心 我跟朋友 也在一旁聊得很开心 谁知朋友突然一声尖叫 吓了我一大跳 你把你老爸的定情之物弄坏了 我可是会贬你的 原来那个小戒指 是他老公第一次打工赚的钱 买给他的 虽然不值钱 但却是他们夫妻俩 甜美的话题与纪念 另一位朋友 称自己的老公是个冷面书生 因为他除了爱看书之外 所以对任何的事情都很冷漠 一日 他扣机给他 他并没有付机 数个小时之后 老婆还没回家 他开始慌了 开始有些歇斯底里的问孩子 妈妈今天有没有交代什么 以及有没有什么不高兴 他的紧张是前所未有的 连孩子们都吓一大跳 于是他决定开车出去晃一下 只见他提着大包小包 从巷口走进来 都是你不来接我 害我一气之下 都买了这么多东西 当时 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给他一个 多年来没有的大拥抱 老爸好紧张哦 我看你再不回来 他可能会把我们搞疯掉 一直问我们 你最近有没 让身边的人看见 你对爱人的关心 让爱成为一种气氛 我还会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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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